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号的翡翠凤凰已经64分中间70分 所以去到4号开始全部都是轻磅 那真的不是很高水准 挂头排76分 那是指蒙徒 大马主彩仪今次希望都顺利 入到站不要搅拳一会儿 所以至尊高匪的升班马 似乎是这组弱组够用 弱组啊 因为这组马加加埋马 上次上名只有3匹 上次上名 因为他跑了1200 如果看前一架赢的马 好像很辛苦 但是这些马是要散的 因为他不是很高速 很有前速那种马 骑了一条直路 有点走着不利路段 但是赢了一些营造创科 不可挡 水准也不是很差 回来的姿态 还可以的 上一次难度当然有 因为你由1000 上去1200 兼且是外档 假结尾也可能要做些死元 要比较多一点的骑士 135磅 那弯位呢 他是走得急了一点的 无疑 但也不怪他 那天真的全阔A加三难 早了一点用 所以回到来 他爆又不是很厉害 他是均速一点 而输给者勇敢梦想 输给者勇敢梦想 那输给勇敢梦想一点都不失礼 略过来都不断眼 其实勇敢梦想是省了的 你看回 如果至尊高飞 前一场直路那场蒙瓦跑 其实交代回 因为之前潘洞输了一场很热的 上次重磅外档 其实他早段都能拍到来的 回到来 你说出了头 我觉得是小小事 但起码大家经常说 目鸭 跑完下一场会不会没有 有啊 骑总笑有啊 即是说这些马 根本是进步 终于有很多分在手的马 因为这只马 大家都记得了 初出的波 这件事又操控不了 口有点麻烦 之后咫咫咫咫 又试入慢闸 马现在有明显进步 既然上次三叠蝕住 都可以入Q 这组对手不太强 我自己也是拼搏这只 当然了 突然间上次也有走势的日日型 潘顿一见到又拉回来跑 潘顿之前站这只马 赢了五个马位 潘顿跑未失过前四名 这组这么弱 都数到他 如果你说直路赛的演出 过往表现 上次在涉恩跑 当时那些没有什么形状 所以比较冷落 但你不要理 早段一路迫着 这一串才跑到中央上来 输给那些马 是疑心星日直路黄 这些三叠蝕很硬正的 武林马马正也有些质素 这只营 以往留得住 是强硬的尺寸 他一冲上的勢势很强 当然上一次 状态都是回到八百九九 但今场跑一次好些 那你用回游合拍的潘顿 这一组对手 再数下去 其实真的不凶 所以这双蝕都会选择 是 其实他是路程专家 当然 我也有想到 日日营和常常有余 究竟放哪只走得好些 但始终常常有余 你又要拼押 究竟跑不跑得到应有的水准 当然他在虫化有造 有草地 但好像又拼押日日营 又会安心一点 始终直路有根据 而且分数到这个阶段 有少少回旋之力 因为他上次赢马 上季都曾经72分 现在差五分 差三磅左右 但你说再选择配脚 上次突然其来 又回来的老黄中 团结精神 突然近一近 这些是不安心的 但你看见老马 有个朝气 有个form 不妨选择他 而且这一组 刚才提过这么弱 你找一下中逆例 减磅 上次是什么130磅王进 这次中逆例 你升班三班 1809磅 是轻得很紧要的 前速现在 他不是那么锐利的马 但你又憑着轻磅 说不定走进来一直 这个路程 他又没赢过 但上名 都算多 因为跑五次 有两个第二 一个第三 上名率都还可以 所以你说 冷门方面 团结精神 我就会想起来 都是撞背脚 因为其他你再选择 刚才你说常常有余提开 我又再说 这次当然身旺 这么贵 上次步速快都追不到 但变数 今次是跑直路赛 很多马经常说 以往没有试过 在这里跑 有些惊喜 可能跑长一点 马叔来也可以 转路程也很新鲜感 上次我就害怕 飞去大外档 差不多在啤酒园 真的很阔 但你是有势的 另外一种可以品提一下 就是加州威胜 如果看加州威胜 上次有前腿 肿胀退出了 但如果你看看 其实操练没有明显缺货 出来夺步 游水有照做 这只马 我觉得这个分数 虽然没什么好处 也没有用中液蜡减 但对手那么弱 加上它之前少一货集 赢了 我相信状态不算太差 希望半冷门拖起来 这场我们要品提的马 都差不多了 选择我们精选场次 你选择什么马 玩单T 选择四只 一一型 上上有余 加州威胜也是 122磅 宁愿我蔡明啸 再是至尊高飞 是的 至尊高飞都要回 回来这个赢马路程 一千 还有声班 揹个榜 不用那么重 田泰岗都合不齐 这些马 要步步捉 一一型拖回 冷门看一只团结精神 这场我也是博席进步 側身马 至尊高飞 WinPay 另外用它做胆 拖回2号 5号 连赢和位置Q 接下来看看第四场赛事 第四场赛事 四班14米第一组赛事 钢班马1号的进龙区 但我钢班排了11档 早段要缩缩 看看这场够不够报处 摆前面走健康之星 之前赢万部速赛事 上次都不是很快 还有快钱会摆前 保励生辉摆前 最多这场应该是正常补处 但这场马 看来有多有上升空间的马 几只都对类过 上次是马主熊峰 快钱 喜晋风彩 看完 三只上次都跑得好 快钱加一绑 早段拗出来 摆前一点 马主熊峰 不是 上一场排外党 拖后 不像之前推前 喜晋风彩 其实中段的时候 有点斗口 都拖一拖 但是转弯 一路转出来 你见潘明辉跑这些马 不是说跑得不好 不过 就是马的浪头比较大 我觉得 可能大师傅 吃下马的后劲 才会再强些 你这次又对马主熊峰 但问题是马主熊峰 撿回来档 会不会又推前了 回到后劲又差一点 这个不知道 第二就是加绑 相反 这只喜晋风彩 今次用了布门 我喜欢布门 跑这些这么大件的马 因为布门高 人一扎下去 其实操控上会比较好些 有些挺强劲的数据 没错 文文配 原来都挺厉害的 文家良和布门 跟10匹合作马成绩 拿到三冠三艾 一季一点入 上名率 有七成 当然 尽疼他 好马或质身马 让他跑 安心点 虽然最近 他赢马不容易 起码 起码都拼给你看 希望这一只都跑得好 另外一只健康之声 刚刚说这场没什么补促 会不会他主动放 是呀 不如你说到补促这场 我觉得有得量一下 究竟快钱 又会不会沿用上次的跑法 但健康之声方面 它是单一点的 你用完中疫力 不要搞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你真是专心点 放在前面走 你看人家的龙船撞完 怎样跑就对了 健康之声 是均速 死铺头多些 现在的榜又都是轻 跟上次一样 上次回来 而输给六支 我觉得又对 因为他们大家会有胜负 第一次上千四 健康之声就赢了六支 第二次就被人反胜 因为他加了五分 上次入到直楼 那里又有点滋碰 再看前一波 当时马主鸿峰都在跑 那时就开始走光 最后有追劲 但是健康之声 竟硬的匹马 这组赢了六支 后面色总少 精彩心 我们提过这个组比 很强组 上一次 又是守着他二叠 慢慢移动出来 六支就跟着他后面 入到直楼就是了 六支那里 轻轻靠近 因为健康之声又不算很大吨位 健康之声 106013磅 就是这里吃了一条跑线 他轻轻了一下步 但是其后我见他 健康之声 想着应该没有第二 回来又不是 顶着外面那些马 阳明天空 再慢慢捱一捱一捱 又上回来 因为再跑一两步 他的第二就变得很笃定 所以这里有少少惊喜 其实看来那只马 都很均速 跟你抱着抱着抱着 如果你说被马拍住 因为这场有些暗牌 就是没有表现的马 可能会转跑法的 但如果健康之声 做回自己的三档 因为中日快来升格 10磅的日子都不多 所以把握解完这次 希望拍得好 还有一只马 这次排了一档 还有相知 终于不一定要自己放 也有一些走势 保力生辉 这次究竟自己放 还是留着跑呢 一档自己放 所以说 那个步速形势 也得想想这场 相信很多骑士 都会在这里 起步 究竟这个形势是如何 因为他的脚法不漂亮的马 保力生辉 经常出不合脚 躲在一旁 但是一档 我就情愿他走 因为放在前面走 他暂时跑得比较好 前一次那场 1月24日 那天施难 刚才提过 那天放在前面很好处 算下去 世集音声那天是赞 王居立也是赞 祖辈就不是很强 所以有个一档而轻绑 是拨下这些马走 因为你计算过 赛绩根据 他是出自比较早 还有他说明懂得赢 这一点是弱一点 但是你说同场 快钱 近期做回在虫化拍跳 他是多聚首 这些就是计算一下 赛绩的质身马进步 保力生辉 不知为何是谷草 跑来跑去 可能真的不适应 都塞得比较远 回来田草 都适应 希望有个一档 都有进步的表现 这一场 还有些马 好像快钱 刚刚有说过 健康之星 还有一些马 马主 鸿峰上次 都有进步的表现 但是有没有质身马可以想想 质身马 刚才说过几只 反而那些年长 那些进龙区 上次跑了泥地 都追得那么好 这些马 都是下来这个班 其实都挺有利 因为 不停地跑 马斯心态 都是想压低分 因为现在年纪大了 但起码健康保养正常 在这一组都够用 看看这场 我们选择什么马 报名就很喜欢 喜尽风采 希望今次 沿途过程 如果不是斗口斗那么紧 用达司会轻松 有机会赢回场 另外就是连赢位 用他做胆 拖回快钱和马主鸿峰 看看今个星期六 那个施难 究竟前占马 不是这么大优势 健康之星 都是比较单一些跑法 我会找到他 配剧方面 都有一些跟前跑法 快钱 刚才提过 他重发拍跳 那个镜头挺悦目的 另外保留生辉 单一个跑法 半冷门 我会留意一只红砖勇士 转场的新鲜感 和他休息其足 他没有停 功夫有做集 连掌马就扭盟下去了 三天头关看完 稍后回来看看次关和未关